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阿里云的谢宇宁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如何在K8S里面实现 DNS异常的可观的性以及问题的诊断 那么我会首先从K8S里面DNS是如何工作的开始 然后已经讲到K8S的DNS为什么如此重要 那K8S集群里面的DNS是什么时候被用到的呢 当你的微服务架构的一个APP 想要跟另外一个APP进行通信的时候 它需要与DNS做服务发现 然后当你如果部署了一些数据库集群 那数据库集群里面不同的节点之间需要发现的时候 也会用到DNS 然后在当说日制组件和一些监控组件 需要去跟API Server进行通信的时候 它需要去发现API Server的地址 那它也是通过于DNS来实现的 在右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WebApp它想要去请求数据库的时候 它带上了一个域名是database6379 所以这个database就是依赖于了DNS去做这个域名的解析 然后最后拿到这个IP的地址 那底下来看的话 就是其实它只是一个TTP的一个连接被建立成功了 建立的这个域名呢 是一个database的一个字幕串 并不是一个IP地址 所以这个WebApp它首先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向DNS Server去查询这个database在哪个IP地址上 那我们可以看到 R这边有一个IP地址 那这个IP地址呢 通常是一个K8S的Service IP 这个Service IP呢 还要被IPBS或者IPTables 做一些目的IP地址的一个转换 转换完了以后 才是我们真正的POD IP 所以我们整个链路呢 是非常的复杂的 那具体来说 WebApp它是如何找到这个DNS Server的呢 那其实我们看ETC Resolve文件可以发现 其实ETC Resolve文件里面 就配置了一个DNS Server的一个IP地址 172.21.0.10 这个IP地址指向的其实是CoreDNS的一个服务的IP 然后配上了一些search的一些域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搜索域 这个搜索域会在 比如说你输入database的时候 它会凭借到你的database后面 组成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域 这个完全域才会被递交到 CoreDNS的这个服务上面去 那这个CoreDNS服务刚刚说到 它也是一个Service的IP 所以它也会被做一次DNet 也就是目的地址转换 它最终映射到某一个CoreDNS的副本上 然后其实在整个查询过程中 会产生非常多的一些查询 当你的搜索域并不满足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请求3w.2600.com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拼三次搜索域 发现三次搜索域并没有满足 只有在最后一次 单独请求3w.2600的时候才会去满足 所以我们会有至少四次请求 但是还有一半的请求 是在请求4A的记录 所以通常我们会花费 八次的一个UDP请求 也就是DNS请求 去得到一个2600.com域名的解析结果 这个就很惊讶了 那么在DNS里面 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简单 并且可靠的一个协议 但是由于这个K8S里面 我们基本上每个组件都会用到 前面说到有日志监控等等 那么所以它的报价半径是非常大的 其次呢就刚刚讲到说 我们每一次DNS查询 除了查询本身和服务 除了TCP建立连接的本身 需要这个服务IP的目的地址印射以外 我们在做DNS查询的时候 也会需要做一次 所以整一个链路会非常的长 就是会经过比如说内核网络站 IPVS这些模块 也会依赖于CoreProxy这种母组件 再者就是说 当我们去请求一个外部的域名的时候 或者说请求一个跨命名空间的域名的时候 那我们其实会产生额外的这些DNS查询 那其实对DNS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高的QPS的要求 所以我们在日常的这个运维 以及工单的处理过程中 我们发现就是DNS的异常成为了一个非常头疼 非常高频的一个问题 并且呢 这些高频的问题 它的一个具体的原因又是不一样的 那接下来我就介绍几个 DNS它出现异常的一些原因 那比方说有Resource Limit 也就是我们的资源的限制 那受限于说 我们DS Server它能提供的QPS DNS是受限于这个CPU的这个数量呢 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CPU已经不够用 或者说你的业务高峰期来的时候 你很有可能会遇到这个DNS的一些解析延迟啊 或者是解析失败啊等等 所以这个当然这个好解 这个只要提升你副本的这个数量 或者说提升每个副本的这个CPU限制就可以了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经过那颗网络站的包 都有可能会进到这个叫contract table的 这个绘画跟踪的一个表里面去 当你的DNS想要去发出去的时候 你必须得进到这个表里面去创建一个项目 但这个表格呢 它有一个大小的限制 所以当有些请求 比如说你用了特别多的短连接请求 或者说contract table这个表特别小的时候 你很容易遇到这个contract table 4这种报错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的DNS请求都会失败 那解法也很简单 就是我们尽可能去使用一些长连接请求 或者说我们直接把这个表给扩大就好了 还有一些场景是由于冲突来导致 那通常我们在高QPS高的QPS场景下 我们会遇到 比方说contract会在圆端口产生冲突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同时发A和4A记录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用Rpy这个镜像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叫musl的这个lib插件 代替libc的一个插件 那这个插件呢 应该说是一个运行库 那这个运行库呢 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去并发的 去发这个A和4A的这个记录 然后这就很容易导致 kernel里面的一个bug 然后会触发contract的这个运端口的冲突 然后这个运端口冲突会导致后来的这个UDP暴门 会直接丢掉 呃 所以我们说就是从kernel来看的话 就是很多设计来说 这个UDP的暴门它就是很容易丢的 那再举个例子就是IPVS这个场景 IPVS的后端再进行变更 比如说我们kernel去挂掉了一个 或者说我们缩融的时候 那么IPVS也会丢掉 呃 来一个同样运端口的暴门的时候 我们也会丢掉这个暴门 呃 这个这两个问题其实都非常好解 就只要把kernel的版本升级到最新 呃 或者说升级到5.9以上就OK了 那么kernel它也不是一个没有bug的一个软件 然后在某些场景下 比如说呃 在早期的一些版本里面 它对kernel的这个update的一些事件 处理的有问题 然后导致它的一些插件推出了呀 panic重启了呀 或者说outpass它也是有遇到相似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会导致headless service 以及一些外部的域名解析失败 那这种问题的话 可以通过升级kernel到最新版本来解决 那以上我们知道了一些呃 dns异常的场景 那我们如何在kernel里面去发现这些问题呢 那kernel呢 其实有个特点就是 它有非常多的插件来组成的 啊 比如说log dump debug dns tab 这类日志的一些插件 然后trace这种tracing 以及promius这个matrix的插件 这些插件可以帮我们实现非常好的一个可观的性 log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插件 在客户端请求进来 并且靠dns响应的时候 它会打印行日志 然后去标明这个请求的内容 返回码rcode 以及请求所耗费的时间等等 log可以辅助我们快速的定位一些问题发生的位置 完成问题的整个定界过程 此外的话我们日志也可以采集到云端里面去 做一些日志统计啊 一些趋势的展示 甚至一些运名 比如说恶意运名的一些访问的神迹 那可以识别到我们集群里面是否有一些木码啊 或者收工机啊等等 这边就是一个我们在云上面 sls日志服务制作的这个仪表盘 然后这个仪表盘里面可以展示一些历史请求的成功率啊 或者说各类这个请求的rcode的变化趋势等等 dump这个插件的话和日志 也就是log那个插件很类似 但是log插件的话是会在一个请求响应了以后才会打印 dump会在请求进来的时候就开始打印 那这个很适合 比如说你相信一个请求已经进到cordians了 但是没有看到相应的log日志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打开dump看一下 这个日志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到底进来了没有 那debug插件的话 它顾名c就是用于排错 比方说你的dns报文有一些异常的场景的话 那其实它会返回一个format error等等 这样的response code 就是返回码 开启的debug之后呢 它会把整个报文以16进制的方式打印出来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后期用一些别的工具去看 当时这个dns报文具体是什么情况导致了这个format error 就是格式错误 像dnstype插件呢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插件 dnstype本身是一种灵活的二进制日志的协议 这个协议呢是专门为ds所设计的 然后像图中这种客户端想要去访问CodeDNS CodeDNS在访问上游dns服务器的这种过程中存在着众多的报文 1234 那这1234会被CodeDNS中的dnstype插件 用proto buffer的这种协议发送给dnstype server中 然后这个server中呢 我们可以去实现一些这个报文的存储啊 以及一些分析 那分析完了以后如果说有一些异常的报文的话 我们是可以去做告警 或者一些进一步的存储啊等等 那整个过程中dnstype插件在处理这些报文的时候 采用了一些异步的设计 所以对整个CodeDNS的一个性能开销影响是非常小的 除此之外 就是dnstype这边不是要去做一些文本的处理 因为拿到的报文格式就是要精致的 直接可以拿来用 那这个用的场景是什么呢 它其实可以代替我们在tdpdump里面 去实现这种报文的这种存储 它不是要存到磁盘上 它可以直接存到一个远程的dnstype server上面 然后它可以非常好的完成这个问题的定届 然后它可以实现比日制更高效率一些 这种反学类化的这个流程 OK那有了dnstype这个工具以后 我们怎么去分析呢 那其实dnstype报文里面的话 会涵盖整个ds协议的原始头部 这原始头部里面有一个rcode 这个rcode代表的就是这个dns查询的一个返回码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它的返回码的异常信息 去做一些异常的这个问题的识别 以及一些上报 比方说零那就是no error 就是正常的 然后format error就是代表了这个格式有问题 server failure呢代表的是连不到上游 或者是上游有一些别的异常 non exist domain就是这个域名不存在 或者说仅仅就是我们这个域名请求拼的这个search域 也就是这个搜索域的时候拼错了 或者query refuse的 通常就是我们配错了一些dns的上游服务器啊等等 前面说的是rcode怎么去判断一个dns是否异常 那其实借助于这个message types也可以去判断一些异常 比方说我们其实请求中一般有三方 客户端 query dns 以及query dns的上游dns服务器 那正常的一个外部域名请求的时候 如果没有被缓存的情况下 其实是客户端请求给query dns query dns请求给dns上游服务器 上游服务器再返回给query dns query dns再返回给客户端 所以相当于有四种message type的参与 如果是被cash的那种请求呢 也就是被缓存过的请求呢 那你只会出现一和四 如果是连不到上游服务器的场景下呢 那只有一二四 那其实我们在dnstype server端呢 我们可以去识别每个报文 它出现的这种情况的组合 然后来判断这个报文 到底留经了哪些点位 然后以及它对你的印象场景是什么 也可以去做一些分析 以及一些问题的定界等等 trace插件的话比较简单 它实现了open tracing的一个跟踪能力 它可以把query dns接收到请求的一刻 然后以及整个插件链是如何往下运行的 每个插件它运行了多少时间 都会被记录下来 发给一个外部的 比如说zipking这种tracing的一种服务端上面去 那这个场景的话通常是用于我们在定位到 发现它某个插件有性能瓶颈啊 或者说某个插件的延迟特别高的情况下 我们也希望去做一些问题定位的时候 可以用到这个插件 ProMios的话就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它是可以把query dns里面的这些matrix 也就是一些数值的一些数据 给它进行暴露出来 然后我们需要一些ProMios的服务端 去定期的采集这些数据 然后这个数据的话 可以根据一些rcode呀 或者说根据一些它 它的一些cache的一种运行的情况啊 等等的去做一些交警啊 或者说异常形式的一个判断 那这边就是一个我们在云上面 ProMios和Graphana 去搭建了一些 CodeS的一些实力的监控 然后我们可以去看到 它的一个response和request的一些趋势 以及不同rcode的这种请求的这种分布 刚才介绍的是一些 CodeS服务端侧的一些 内建的一些插件 通常这些插件只能用于 诊断服务端的异常 那么如果说异常发生在客户端的话 我们就需要去看到 内核网络站里面发生了什么 当时为什么这个UDP 这个DNS爆纹会被丢掉 等等这种场景 我们可以借助于BPF工具 去实现这么一些问题的定界 以及一些可观测性 那这边的话我给出一个示例 这个示例是用BPFTrace去写的 这个Trace工具可以识别到IPVS 在圆端口冲突的情况下 把一个报纹给丢掉 然后以及IPTables里面 我们可能不小心配了一些 像Netable Policy 或者是一些拦截策略 然后我们也不小心把这个UDP 这个DNS爆纹给丢掉这种场景 那它其实可以识别到 我们的这个容器的这个IP 容器使用这个远端口 以及它的目的的一些 目的的IP和目的的端口 然后甚至说我们可以对这个程序 做一些小改造 我们可以打出这个DNS 内部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它请求了域名 它进入类型等等的 所以BPF工具可以去帮我们去实现 内核维度的一些可观测性 以及哪个包 哪个圆端口啊什么的 哪个时间段 具体丢了什么 因为什么原因丢了 因为哪个函数丢了 等等这种场景 那像BTC 比如说有个gethost latency.py 那这个工具可以帮我们去定位到我们某个DNS 它时间是不是耗费特别长 然后packing的VRU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每个包 经过了哪些函数 然后通常需要一些网络供底来看 这个包在哪个地方被丢掉 等等 当然借助BPF工具可以实现这种非常丰富的一些问题定位的原因 不仅限于CodeS DNS以及UliP这种包吻等等 OK 最后的话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如果说你接到一个DNS包吻的一个异常 DNS比如说解释失败了 或者说等等的一些情况 那如何去排查 那我觉得一个标准的一个流程呢 会分为四个部分 确认 采集信息 验证 以及修复 那确认的话 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说你不要去猜快的下结论 结论是比如说DNS一定是客户端的异常 或者是一定是服务端的异常等等 你要确认所有的配置 不管是客户端的DNS Config DNS的配置 以及CodeS的一些配置 以及所有的Pod 是不是都是符合预期的 甚至是一个运行的状态 然后呢 你要确认你最近没有做任何非预期的修改 那个修改 会不会直接导致现在的这个异常 然后是第二步采集信息 你需要从CodeS的Server 然后客户端 客户端的Kernal认质等等地方去采集 有可能跟这个异常相关的一些情况 日志啊 或者说Match的数据啊等等 然后你要在不同的地方 然后你要在不同的地方 然后在不同的地方就客户端 比如说容器里面或者说容器外面的那个ECS主机上面 也有虚机上面 然后去对着这个CodeS的这个KuberDNS Service IP做一些第一个的测试 或者是直接对CodeS的后端做一些第一个测试 那第三步就是通过一些CodeS的Blog Matrix和Trace的一些工具 来帮助我们诊断服务端的一些异常 或者说一些BPF或者TDPDump之类的工具 去诊断是不是这些东西发生了客户端的丢包 或者说一些电路上的丢包 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怎么去执行这个修复 那这个修复的过程必须得是可以挥度 并且呢可以慢慢的去执行 不要把一次次性把所有的变更 或者说微复手段都执行完了 然后最好是可以通过一些metrics 比如说Graphena去看我们这个修复以后 是不是有所缓解 那通常我们执行修复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有一些问题去问自己 比方说这个DNS异常它多久出现一次 是一直在出现 然后这个业务都整个都挂掉了 还是说每次业务高峰的时间会发生 还是说就跟高峰没有关系 就时不时的会来这么一次异常 那不同的这种平凡程度呢 通常代表了不同的原因 所以我们也要做进一步的 不同的一些问题诊断的手段 然后再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影响的规模有多大 是整个集群的DNS解析都失败了 还是部分的节点出现了问题 那么很有可能整个集群都失败的时候 是我们的配置出现了问题 或者说K8S的整个管控平面 API server出现了当机等等 那如果只是一些节点 或者说几个容器出现了问题的话 那很有可能是一些资源的一些限制 比如说CPU啊Contract啊等等 这些限制导致了DNS的异常 最后我们再来小结一下 那我们听了这么多 知道了K8S里面的DNS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又有一些脆弱 如果问题发生在服务端呢 我们可以借助一些CodeDNS的内置 可观测性工具来诊断 那如果说问题大概率的在客户端呢 我们可以使用BPF或者是一些TTP dump等等的工具来诊断 那最后给到一点建议 就是说我们去在K8S里面去做服务发现的时候 我们尽可能去参考一些网上的最佳实践 比如说使用本地款存这些能力 那今天分享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拜拜